大家好,我是蓝靖萱,我来自西江沃严美小学 今天我要蓝读的课是三年级华文课本第十四单元 对故事学长运,言而道理 春秋战国时代,靖国的智国也叫范式 并把范式家中的金币珠宝的财物细节一空 然而有一口铜褐色的大钟却留在范式家的院子里 一天,一个小贼在范式家附近闲望 发现了这口大钟,他心想这口大钟一定很贵重 得想办法偷走 然而这口大钟又大愈重 根本背不动,该怎么办呢 贪心的小贼小了又小 决定用大锤子把钟敲锤再搬回家 于是他找了一把大锤子,拼命向钟敲锤 一声去响,小贼吓得拔腿就跑 好不容易停下来喘口气 他想,这样不行 这么小亮的声音一定会把周围的人引过来 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我找外部闪住耳朵,不就听不到声音了吗 小贼把耳朵塞住,再回去范式家 拿起大锤针往那口大钟敲锤 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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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 响亮的钟声,吵醒了附近的人家 没人小贼把钟敲锤 他们已经把小贼里团团围住 阻止他逃走 这小贼不知道最近做了啥事 还奇怪,为什么他已经把耳朵塞住了 周围的人还听得到声音 后人就用言耳道理这常语 别人犯了错误 有受法掩盖 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只是自欺欺人 谢谢大家